关于郑军的赤裸裸是不是抄了《枪花》的一首歌 说这个事之前先说点别的 大家好,我是志成 这是一个给郑老师歌曲抄袭洗白的视频 大家看一看 绝对能给大家这个新年带来不少快乐 以前我们看一幅画,一首诗,一个曲子 就是这幅画,这首诗,这个曲子 人们只是按那个作品本身来看它 现在一个作品 它早就不是只是这个可见的作品本身了 而是围绕着这个作品所产生的一切 是这个作品及其所有的外延 整个的是一个作品 以前呢,因为传播和影响力的扩散是非常缓慢的 就是说这个作品的外延释放得非常慢 所以就是我们所说经过时间的检验 现在这个时代本身就是一个共识性的存在 作品的外延在当代就扁出来了 这在以前是做不到的 所以一个作品,它是抄袭还是原创 那得看它的这个外延,外延到什么程度 能把这个作品,这个事件给出到什么程度 是由这个网状的呈现的结果决定了是创作还是抄袭 而不再是那个孤零零的作品本身是不是抄的 你觉得是抄的,它就是抄的 你觉得是原创,就是原创 因为现在这种叠加态是可以的 现在就是量子时代 就是可以同时成立的 以前我们看一个作品,是原创就是原创 是抄袭就是抄袭 那是经典物理学的时代 就只有一个状态 另外从创作者本身来说 抄袭啊,模仿啊,接见啊,挪用啊 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模糊地带 里面有着各种不同层次的生存 说一句谬论吧 有太多的人抄袭了 抄都抄得那么烂,都没抄成功 所以一个作品流传了,被喜欢了 是一个综合的行为 这个综合本身就是创作 创作是没有道德可言的 只要经过我的处理,就是我的 重要的是处理 其实是现在创造了一种新道德 也是过往时代共有的一个事实 就是只是从来没有被这么赤裸裸地 拎到光天化日之下 让所有人看到罢了 所以赤裸裸这个歌名还真是好呢 大家可以看看评论区里全是马的 这个主播呢 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 然后满嘴胡扯 听他说的是中国话吧 但是串起来,真的让人听不懂 但真的是挺敢整词的 什么量子纠缠 经典物理学都给安排上了 为抄袭洗白这种脏事 正常人是不会碰的 哪怕自己是这么干的 但大多都是只干不说 因为说出来就是强词多理 铁定了要挨骂 除非是有人给钱 但是这钱你不能挣 你挣不了 评论区里清一色的骂声 不仅没洗白 反而让人知道了 雇佣水军洗白这事 这不就更丢人吗 这不等于在宣传抄袭这件事吗 想给公众洗脑 硬起点 别裹得跟粽子似的 这明显就是心虚嘛 你这样出现在镜头里 你爸都认不出你 你以为这样就可以胡说八道了 你说的这些都是什么玩意儿啊 明显自己的脑子不太灵光 正经讲道理你都讲不清楚 你还玩诡辩 你自己也应该知道挣的是一分黑心钱 知道丢人 但以后不要什么活都接 而且我温馨提示 小心白白替人洗白 白白替人挨骂 还拿不到钱 他们干得出来 他们常这么干 另外呢 我也真是服了郑老师及郑老师的团队了 这就是你们的危机公关吗 这是自杀式的危机公关吧 这是自我毁灭式的危机公关吧 这个视频啊 我看了不止十遍 每次都能给我笑出内伤 我觉得你们这帮人啊 真的是奇才对的 是正经人不接你们这些脏活 还是你们又想白嫖 总之呢 就是太搞笑了 赤果果抄袭枪花 Bad Obsession这个事啊 是郑老师最心虚的软肋 他特别怕人提起这事 摇滚脏敖电影版里 那个偷别人作品的安格氏 动画公司是想让郑老师来配音的 但是因为这个安格氏 在动画的剧情中 是抢夺他人歌曲的剽怯犯 这就是为何 请了那么多明星配音 郑老师却不参与配音的原因 另外呢 其实电影版的故事和漫画版的故事 几乎毫无关系 只是套用了IP而已 但是电影版讲述的是个剽怯音乐的故事 是严重超出郑老师意外的 也是他不能控制的 因为花的是投资人的钱 投资人更信任好莱坞的编剧 但是好莱坞的编剧呢 根本就不知道郑老师 涉嫌剽窃枪花作品这个事 更不知道他们参与的 动画项目之前的漫画项目 就涉嫌抢夺他人的创意和绘画成果 所以即便电影版这个故事 让郑老师如耿在喉 郑老师呢 也没有办法把这些话说出来 也没有办法左右剧本的敲定 于是呢 就有了公众看到的电影版的摇滚脏 郑老师啊 富与顽抗是没有出路的 不要再用什么阴招了 不要再试图激怒我